車放高塔 還有今天這場我們要打的是廚房解救輪子 那今天我們要來講一下怎麼做攻堅路線選擇 這邊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已經把廚房門封起來了 這非常好我們現在把整個餐廳就只剩下走廊還有入口而已 不過可以直接從外面進去不會有人打我們的隊友需要 所以現在的攻擊路線就非常簡單 我們要進入餐廳直接進入餐廳在他們回房前 然後呢我們要把一把槍架架在辦公室 這樣子我們就會產生一個地方 就整個餐廳整個辦公室和走廊都沒有辦法有敵人 這樣我們就全部都可以專心的打廚房 不用擔心其他方向可以來偷襲我們 所以我們很快速的就已經進入準備位置了 但現在這裡其實還沒有安全到 然後Thermite可以直接上來裝個燒 因為淋浴間裡面可能有人 如果淋浴間人在看的話Thermite現在就已經死了 我忘了我換成散 我忘了我換成散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然後剛剛Sledge也從辦公室清掉了一個點 至少我才是這樣 然後呢Sledge現在把槍架架在辦公室外面 或者是在辦公室外面 反正就看出那個走廊 我們要讓敵人從那個走廊跑進來就好 就的確有一個人在淋浴間裡面 現在其實我們可以支一個人 從淋浴間的窗戶跳進去把那個可以清掉 這樣子就真的我們完全不用再擔心 那現在我們這邊這個情況就是很經典的 只有兩個方向可以攻擊我們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用煙霧彈阻決一個方向 然後就可以直接上電 我現在沒有直接衝進去 就是因為我在看地上有沒有陷阱 看還是沒有 但是我現在旁邊這個牆壁後面 可能有一個很安靜的一直爬在那邊 所以這進去是有點風險 就有剛進去的瞬間往左邊快速看一下 沒有人就趕快面對正面 所以這個盾牌保護的角度真的是非常低 你只要稍微不看正面就會被爆頭 右邊的浴室還有人嗎 小房間裡有一隻小房間裡有一隻 我剛剛有閃到他已經嚇掉了 有連儲學跟軟體也有這麼少 玉室有一隻醫生 玉室有一隻醫生 所以這一場就打得非常好 沒有人就莫名其妙要被抓掉 玉室醫生到底在哪 玉室醫生到底在哪